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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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 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三十三节看起 耶稣说没有人点灯放在地阴子里 或是在斗底下 总是放在灯台上 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 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亮全身就光明 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这句话您看也知道不能照字面墙 因为我们的眼睛不是灯啊 我的眼睛亮我身上不会发光的 这里的意思倒很容易了解 就是不是你的眼睛视力的问题 也不是你的眼睛 也看得清楚这个世界是谁 也看得清楚我们能够恰当知道 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而这个是哲学家神学家都讲的 这是基督教和非基督教都讲的 人活在世上一定要头脑清楚 心灵明白 否则就是瞎子领瞎子了 我们要能看得清楚 眼睛好是非常好的 但是心灵要干净 要圣洁 要善良 最重要的认识上帝 你认识上帝才能认识自己 认识人 才能够认识环境 我们绝没有说不要读书 我们绝没有说生活不重要 生活读书思想工作 嫁娶都重要 但这一切需要我们心正确 心是上帝的 你里面要光 里面的光来自上帝的话 好 耶稣说话的时候 圣经上说 有个法利塞人请他吃饭 正说的时候请人吃饭 他就去吃饭了 然后有人看到 耶稣在饭前不洗手就很诧异 各位这里不是说 耶稣不讲究卫生 也不是说那里SARS 或者什么勤流感流行 要勤洗手 这个洗手是洁净的礼仪 这个跟卫生跟健康没有关系 这是宗教的仪式 因为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的罪恶 有很多的罪人 有很多的外邦人 神的儿女出去的时候 不免接触到坏人 不免接触到肮脏的人 不免接触到肮脏人 所接触到的地方 譬如说刚刚有个肮脏人 一个异教徒 坐在捷运的位置上 你也坐 那个捷运的位置就脏了 然后也把你弄脏了 这脏怎么办呢 不是用洗澡 有象征性的回家要洗个手 吃饭前尤其要洗手 因为不要把上 这个世界罪恶带进去了 这不是在讲到卫生 是在讲到对这个罪恶世界的 罪恶的象征性的排斥 耶稣不洗手 哎呦 他们就很诧异 你不是圣徒吗 你不是先知吗 你怎么吃饭不洗手 也就是你居然不怕那些罪恶 你怎么不把你身上罪恶洗干净 各位 就耶稣要因为洗手 把罪恶洗干净 我们当然都知道 耶稣不必洗手 因为他没有罪 他需要洗手 洗细菌洗脏东西 那是对的 我已经讲 这不是跟卫生有关的 这是一个以色列人 借着洗手来表达 这世界充满罪恶 我不要让罪恶捻我的身体 所以我洗手 那耶稣没有罪 当然不要洗手 耶稣也提醒大家 这个不要把洗手的仪式 当作真可以除罪了 你在外面有这么多美好的 你里面心里污秽怎么办呢 所以你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 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 这话也不是说 这我们讲的是 路加福音十一章四十一节 里面的施舍给人 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 并不是说我们施舍人 对人好 我们就圣洁了 我们从来也不应该有这种观念 就是我们借着我们的善行 包括施舍 上帝就让我们成为圣洁了 不不不不不 虽然我们很高兴 如果基督徒甚至异教徒 能够施舍能帮助人 这里说的不是别的 是说把里面的施舍给人 也就是你里面的光 也就是你把你里面的福音 里面的耶稣 耶稣给你的爱 施舍给人 你就洁净了 就显出你是洁净的人了 我们只有洁净的人 领受上帝爱的人 上帝恩典的人 我们有这些东西 从神来的 我们给人 才显出我们真的有了 所以圣洁善良的人 是因为上帝的怜悯 上帝的怜悯显出来 就是你愿意传扬福音 当然这福音也包括 其他的美好的东西 然后耶稣就责备了法利赛人 你们这些法利赛人 有祸了 你们有很好的宗教仪式 献上了十分之一 但是公义爱神的事 你们倒不行了 徒有外表不行 外表重要 但是徒有外表不行 所以他说 这是你们当行的 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当行的是公义和爱神的事 不可不行的 就是这些外在的仪式 我们也看重 不要轻看万众的仪式 然后讲到这些法利赛人 喜欢会堂的守卫 喜欢人在街市上 问你的安 各位我也很喜欢 我也很喜欢做首席 我也很好面子 我也很喜欢街上人家 问我的安 很尊敬我 这不是坏事 事实上这是神放在人心里的 一个人需要满足的东西 像马斯洛夫说的 只是这种满足和所有的满足 心里的需要被人看重 被人尊敬 有面子 都必须在信靠上帝中得满足 我们必须是以神为满足 以神对我们的称赞 神称我们为义为满足 如果不是以神为满足 那我们就实在会变成自私的 嫉妒的 骄傲的 然后就是爱虚假面子 那很多罪恶我们都知道 法利赛人很近前 但是近前的人也可以到最后 只想到自己自我中心 就变成虚伪的 骄傲的 只要面子 不要理直的 所以让我们不要变成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耶稣居然说 只爱面子 不重理直 只要人的称赞 不要上帝的称赞 就是粉饰的坟墓 不显露的坟墓 意思是什么 就是不显露的坟墓 就是以色列没有那种大坟墓 不显露的坟墓 就外表看起来很好 里面是死人骨头 耶稣骂人不带脏字 我们是行尸走肉 看起来还像千娇百妹 好像西游记里面 那个妖魔变得美女一样 里面都是僵尸 外面看起来很好 其实从基督徒观点来讲 我们每个人都是 并不是说我们里面什么都坏 而是说没有信靠上帝的人 我们实在是邪恶 里面太多自私骄傲 罪恶虚伪了 而不是说外邦人 你看文士法利赛人也是这样 好了他责备法利赛人 他这样说 律法师说 哎呦你把我们也糟蹋了 因为他们这三种人 文士 法利赛人 律法师 大概常常都重叠的 都是对圣经很熟悉 宗教上很敬虔 很有名望的 耶稣也责备他们了 你们把男单的担子 放在人身上 自己一根指头也不动 我们要小心 律法主义都会这样 牧师也会这样 神学家也会这样 忘记音信称义人 尤其会这样 忘记我们需要恩典的人 自大的人 尤其会这样 一天到晚 你要做好撒玛利亚人 他自己不做好撒玛利亚人 这是很难担的担子 放在人身上 你要爱你也灵舍 你要饶恕人 七十个鸡翅 自己一根担子 一根指头也不做 也不为人祷告 也不告诉人 你要到主内得力量 你们有祸了 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 然后说 那先知正是我们祖宗所杀的 我们修造了 表示我们歉意 这个话要小心听 修造先知的坟墓 这些文士法利塞人 他们的祖先 就跟以色列人 就跟我们人都是一样 常常犯错 先知在本地本乡不受欢迎 因为我们不喜欢听到 有人来责备我们有错 不喜欢听到 我们需要归向上帝 不要以人为本 我们不喜欢听到这些东西 不管基督徒非基督徒 我们都不喜欢听 然后就把传这样话的人 说你要悔改 要归向上帝的人 把他打死了 后来又觉得 他讲的真的是对 他所说的话都应验了 就修造了他的坟墓 表示我们忏悔了 这有点像什么 不是误辱德国人 有点像德国人修造 他们屠杀犹太人的纪念碑 可是我们也可以这样 责备德国人来 如果你修造这个屠杀 犹太人的纪念碑 表示我们错了 你没有想到你为什么错 犹太人会被德国人屠杀 就是理由非常简单 就是德国人两三百年来 越来越远离上帝 越来越用国家 种族来代替上帝 越来越不相信圣经 越来越不知道 谦卑地承认自己是罪人 他们越来越高举 阿利安民族的高贵 他们越来越觉得 人在国家强大 民族强大就可以 以至于他们最后发动战争 其实不止二大 一次大战也是他们发动的 因为他们的强大优秀 他们就骄傲 他们强大优秀 其实上帝给他们的 但是他们在强大优秀中 自大狂妄 忘记上帝 所以你单单修这个坟墓 是没有用的 你要悔改回到耶稣这里 耶稣在这里讲的就是 你只是修坟墓 表示我们错了没有用 你要悔改回到上帝那里 现在上帝的仆人 上帝的儿子来了 你们不听 还继续逼迫 而且更强烈的逼迫 最后是把耶稣钉死了 神会算账的 神有一天会算账的 这里把犹太人这个选民说 所有罪恶都集中在他们身上 实在我们基督看到 要非常小心 非常要被警惕 不是去骂犹太人 想到我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我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耶稣说你们这些律法师有祸了 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 自己不进去 正要进去的人 你们也阻挡他们 知识钥匙 知识钥匙就是解释圣经的权利 他们是解释圣经的 今天神学家是不是也是这样 把解释圣经权利夺了 说你们不能看圣经 你们不懂圣经 你们没有我们的知识 结果他们讲的是什么呢 是你不需要信耶稣 人做好事就可以 律法主义到最后 自己不进去 别人也不进去 我们一定要在主面前谦卑 不要越懂圣经 越读圣经 越上神学课 越忘记上帝 好 耶稣从那里出来 文师和法利塞人就极力的吹逼他 劝他说话 私下窥听 要拿他的画品 他们越听上帝的话 对上帝越多的不满意 这就是心硬了 你听到听到最后是找杂找麻烦 你没有一颗柔软的心 圣灵你再拒绝圣灵 那就没有用了 哦 耶稣在这里 虽然有人找他麻烦 但是还是继续讲 甚至他直接责备 文师和法利塞人 在第十二章讲到说 有上万的人聚集 彼此践踏 耶稣开讲 先对门徒说 你们要防备法利塞人的笑 就是假冒伪善 虚假 刚才责备法利塞人 现在又直接讲 不要想成耶稣说 我们人要诚实一点 不要虚伪 不要想耶稣只是这样讲 耶稣的话里的确有这个意思 但是耶稣的教训 如果只是道德的教训 哦 要诚实 不要虚伪 不要只傲面子 耶稣的重点始终在这样 圣经始终在讲 我们要真实地信神 这是重点 我们要真实地信神 就是我们要诚实地 不断地在神的话语的光照中 把我们的 把这个信息传出来 也承认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法利塞人就不真实地信神 他想到总是自己的面子 自己的敬虔 自己的外表 所以防备法利塞人的笑 一方面有的地方讲 是防备法利塞人教训 一方面就是防备他们的那种虚伪 然后耶稣说 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 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 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 将要在民间被人听见 在内侍父儿所说的 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 我的朋友 我对你们说 那杀身体不能再做什么的 不要怕他 你们要关心的都是上帝 不要怕这个世界上的东西 上帝最看重你的内心 所以你的内心要在上帝面敞开 耶稣讲 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 也不要把它只讲成 我们一般了解的 那个通俗的了解 就是 你什么事都会被一周刊发现的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都会被人知道的 你现在知道 你什么东西都会被人家 拨在网上的 耶稣讲的不是这些 耶稣讲的不是那些狗仔队很厉害 耶稣讲的不是那些侦探社很厉害 耶稣讲的不是你要防备那个针孔摄影 耶稣不是在讲这些 耶稣甚至不是在讲到说 不是只在讲这些 不是只在讲到说 哎呦你心里的东西都会露出来 不小心就会露出来了 你看起来很道貌安然 哪一天在某一个场合就被人家看到了 就知道了 不过耶稣还不是讲这些 这里 隐藏的要显出来 除了真相会暴露以外 最重要的 你要知道真相就是上帝的真理 真相就是上帝对我们说的话 所以最重要的是 在要被防上宣扬出来 那是指责上帝的道 我们听到了放在心里了 我们一定要讲出来 这包括我们要诚实 包括我们要诚实爱人 包括我们要诚实的承认自己是罪人 包括我们做人不要虚伪 但是真相最重要还是上帝的道 不管这个世界怎么隐藏 终会被显出来的 那我们诚实传扬的就有福了 有一切的艰难 我们有一切的罪恶 我们有很多的虚假 但是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主保守的 神不忘记我们 我们的头发也被主数过 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这世界的可怕 我们比麻雀贵重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再多的艰难 你心中要有主 你一定不要怕世上的威胁 你要承认主 你不承认 主有一天也不认你 你一定要把圣灵放在心里 不要故意地违抗上帝 好 这里也有说到说 不要思虑怎么分数 并不是说我们不要想 而是重点还是一样 我们专心地信靠我们的上帝 圣灵一定会指教我们的 好 耶稣讲着讲着呢 我看又有人不专心听了 为什么呢 耶稣讲着讲着就有人说 看起来很重要的问题 各位请不要误会 我没有说这不重要 我也没有说我们在牧师 或者基督不处理这些事 就是有人来问耶稣 父子啊 请你吩咐 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 要分家业 要分钱 然后耶稣就说 哎呀 你这个人啊 我不是来帮你们分家业的 然后耶稣就说 你们要小心啊 要免去一切的贪心 人的生命不再家道丰富 好 这一段经文 又可以有一个肤浅的了解 肤浅的了解 我总是说了 不是错 可是不够深入 肤浅了解也有重要的 你甚至连肤浅的层面也不要弄错 耶稣讲这话 不是像我们中国的古训 古训就是说 古训都是说不要分家嘛 我们听了多少这些故事了 爸爸死了 然后兄弟就分家了 家道就中落了 因为分家的时候 这是托尔斯带小说也有 西方也有嘛 我们今天也有嘛 一分家业 一分遗产 兄弟姐妹反目成仇嘛 这各位 可能你家也有 我家也有 这只要有够多的钱 常常就叫我们有够多的吵架 为了家业 所以中国的古训 其实说起来很难遵守的 事实上我也觉得很虚伪的 你要不分家业 大家一锅煮在一起 常常会很头痛的 这块田是我们大家的 也是你的 也是我的 大家一起耕 一起享受 说起来彼此相爱 结果会怎么样 谁都不想耕 谁都想收 这个要共产主义 在人间有人性 这是很难遵循的 我不是反共或支持资本主义 我只是在说 如果你想到的只是 我们不要分家业 大家和睦相处 那也搞错了 有的时候在人间 非分得清清楚楚不可 事实上可能一个制度 一个企业 可能甚至资本主义 效果就在这里 你种的就是你的 我种的就是我的 这样我们就会有什么 积极性 积极性 当然其实并不好 就表示自私 我不帮你种 我种的是我的 你种的是你的 那么河水不犯井水 这也不是耶稣要说的 耶稣并不是要支持 社会主义 废掉资本主义 耶稣并不是说 你我不要分得清清楚楚 耶稣说的其实也很清楚 要免去一切的贪心 资本主义也好 社会主义也好 都有它的流弊 都有它的好处 但是我们在世上 生活的时候 要免去贪心 分不分 传道人可不可以去分家业呢 其实我不觉得不可以 有人说这怎么可以 事实上我们今天在教会里 很多时候需要调解这些事情 当然我们都尽可能地说 跟弟兄姐妹讲说 你们彼此相爱 或者是如果为了家业 争吵的时候 各位我们也不能只是祸悉 你彼此相爱 大家让一让 各让及此又何妨 就像中国古训一样 都完全不能实践 各位有的时候需要分的 我根据什么呢 包括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在教会里面有打官司 保罗并不是像很多人以为的 而不要打官司 保罗是说 你们这些问题 需要自己来解决 你们教会 居然长老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所以弟兄姐妹 或我们彼此之间产生的问题 这是正常的 罪恶世界会有问题的 我们也需要第三者来仲裁 有的时候也非跑到国家 社会或者是官司来解决不可 保罗就上告该撒 看圣经不要看着死板 要看着全面 所以世上有问题 神在世间立的法律 设立的官府 我们可以用的 但是不要有贪心 要信靠上帝 所以如果你觉得家业 或者是工作 或者在教会 或者在这个公司 或者所谓的基督教的公司 或者世俗的 我们都希望有客观的公平 我们希望有公平正义 但是不要贪心 教会里主要做的工作 也是传扬福音 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处理这些事 我们再一次说 从旧约到新约 任何一件事都是主的事 包括财产的事 也是主的事 只是我们在神所设立的 世界的制度里面 我们希望怎么做 能够做得最荣耀上帝 而最少伤害 各位这些都不是我们能做完的 耶稣只是说要免去贪心 那下面他说 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也不要把它了解成 不要想到有钱了 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不要想穿得好了 各位你也知道 这样讲的结果是什么 这样讲的结果就是虚伪 尤其是牧者 不在乎家道丰富 完全仰望主 到时候我们老了 我们一样也很贪婪 你也听到牧师死了 师母站在房子不肯走的事情 我们大家都一样 我没有在笑师母 就是我们有需要 传道人也有需要 今天你要加我的薪水 我也很高兴 你要不给我薪水 说不在乎家道丰富 我会很生气 以后不来录影了 我们需要钱 我们需要吃 这些神都要我们 有神也供应我们 但是这些很容易成为我们的偶像 我们就忘记要信靠上帝了 人的生命在乎 以主为我们的主 专心信靠主 也吃也喝 也理财 也经营 也希望好 但这些是负的 主要的是主 也所谓是负的 也不说那个占百分之三 百分之二 那个占百分之百 上帝也占百分之百 以上帝为基础的百分之百 来管理生活中的一切 以对主的信心 百分之百来管理一切 所以耶稣这里讲的是 不要有贪心 这里讲的是 教会要传扬上帝的救恩 上帝的道 传扬上帝的救恩 上帝的道 那么弟兄姐妹多听了 心中越来越有主 在发生纠纷 或者产生困难的时候 就比较知道去怎么做了 好 耶稣下面又讲一个故事 他真是每次讲道的时候 就会想到一个故事 讲道故事的时候 又会来讲道 故事好听 但是故事需要来说明 那个道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今天简单先讲一下 下一次会讲得更详细 耶稣就讲一个比喻了 他说有个财主田产丰盛 田产丰盛很好 是啊 但是财主真的很聪明 未雨绸缪 田产这么丰盛 他会经营得好 然后他看得远一点 他现在多到出产 没有地方收藏了 各位我们都是要想到 想到将来 你老了怎么办 死了怎么办 这么多钱要怎么办 要想将来是很好的 他现在想到就 东西太多了 要怎么办 那东西太多了 怎么办呢 在当时他田产这么多 我们没有跟过田 所以不太知道田产丰富 今天一般弟兄姐妹 您的问题大概都是 衣服太多怎么办 就再买一个大房子 又堆满了又怎么办 再买一个更大的 到最后就天天 在帮收购 收集衣服而已 也没有什么时候穿 因为等到十年以后 你想穿了 又发现太胖了 这也是愚蠢 不过我们不要讲这些 那个人是身材有道 所以他的东西非常多 怎么办呢 其实这里你要继续讲 也可以是什么 环保的问题 生产要那么多的问题吗 我们需要有那么高的 经济成长吗 这都是很严肃的问题 但是这都不是重点 这里并不是叫你安平乐道 也不是说资本主义的发达不对 这里还是叫你 不要有贪婪的心 要有丰富的主在你心里 不过那个部分呢 我们下一次再讲 愿神赐福大家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祂必将同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祂的道路 因为学会比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比处于耶路撒兰